下午三點多台南永康區 一整排鐵皮屋被大火狂燒 巨大火蛇從窗戶竄出 燒到電線電箱 農煙直竄天際 鐵皮屋陷入火海 延燒到二樓 消防人員繽紛多路拉水線搶救 空拍畫面監控鐵皮屋都是相連的 初估至少八間鐵皮屋一起燃燒 附近民眾急壞了 說其中一間是移工宿舍 依次慶祝過年 囤放大量煙火 說到一半 後方火炒罰出爆炸聲 還炸出火花 嚇壞住戶閃得超遠 不知道是煙炮聲還是爆炸聲 而停在鐵皮屋內的休旅車 也被大火狂燒 起火原因還要調查 但幸好沒有人受困 另外台中一間公司大年初五 開工放鞭炮 卻差點把房子燒了 三層樓的後天錯不斷冒出濃煙 屋主一對兒女受困 消防隊架梯搶救 鞭炮完之後 他是把鞭炮收起來 放在後側的 至少是做回收 屋主二十二歲女兒和十六歲兒子 全身被燻黑 索性平安無事 開工放鞭炮 因為灰燼 沒有燃燒完全 意外不燃 釀出破燒意外 所幸家人都平安 這台南台中 走不走 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